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就这样留在你身边 我有亏 已经上锅针了 赶快做好 我倒杯柳橙汁给你 先点点味 你怎么了 是哪里不舒服吗 抱歉 这么早打电话给你 你起床了吗 我一早起来 发现家里东西不见了 你快看看 有没有收到陌生人的简讯 或者有个箭 我出去晨跑了 根本没遇到窃贼 没事的 说来话长了 你现在方便吗 我去家里找你吧 好 你先紧闭门窗 小心一点 我马上赶到 Leg 1939 2 让你想赶去 可能 His name 你都锭了 我你生的 一新界 你都锭了 好 我 你还记得我的那个印着烟斗徽章的木箱吗 早知道这样 我就不该对她的挑衅视而不见了 斯芬克斯是魏明氏侦探圈里的传说 或者说是全魏明氏侦探的公敌 他最擅长的就是用名语跟侦探们打赌 至今从未输过 而那些输给他的侦探 不是退出了侦探这个圈子 就是搬去了别的城市 他们都对赌注闭口不谈 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连是男是女都不清楚 我也曾怀疑 他是某些无聊的人的恶作剧 所以在一开始几次收到斯芬克斯的谜题时 我没有在意 你看这个 不管他是谁 他偷走了我的箱子 又传来这封讯息 就是想逼我接受挑战 不 我打算以斯芬克斯一较高下 对我来说 真是的一切 不仅是木箱里的珍藏 我会向他证明 我夏艳 是魏明氏最好的侦探 斯芬克斯长胜不败的记录 会在我手中终结 不行不行 我现在对斯芬克斯的了解还太少 不能排除他有危险意图的可能 他传简讯给你的诗 已经让我很不安了 再让你深度参与 你是这么想的吗 你放心 不管遇到什么 我都会保护你 我让你受到一点伤害 当然确定 当然确定 像真正义的形象 一个是神兽谢智 一个是正义女神特弥斯 谜语中用的是他 可以直接排除是神兽的可能 但特弥斯并非天生眼盲 不是所有的神像 都会有蒙眼部 我想到了 跟我走 你看那边 魏明氏的特弥斯神像并不多 没有蒙眼部的 就只有这个了 而且你忘了吗 我们小时候来这里玩过啊 你还把新法夹掉在了喷泉里 是我帮你捡出来的 那时候你哭得好惨 叔叔为了安慰你 就讲了十二太坦的故事 给我们听 我动作比较快嘛 等叔叔阿姨发现你在哭的时候 我都把法夹剪回来了 其实 我觉得自己还是蛮幸运的 虽然父母早逝 但季养在你家 我所得到的父爱母爱 和家的温暖 并没有比别的孩子少 最重要的是 我能陪你一起长大 顺着特弥斯女神的视线看过去的话 那里 天平座书店 是 这个书店总建筑面积有一千多平 就靠我们两个在这里找木虾 是斯芬克斯的新简讯 帮我问候那群比萨的兔子 请他们为我唱一句 我的太阳 我们刚到书店他就传来了简讯 你 难道是在跟踪我们 视线范围内 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会是入侵了监视器吗 算了 算了 先看谜语吧 比萨 兔子 啊 我知道了 是废师树猎 废师树猎 最早是以兔子的繁殖作为栗子引入的 所以又被叫做兔子树猎 比萨 则是指这个树猎的研究者 李奥纳多 费波纳契 他又被称为 比萨的李奥纳多 比萨的李奥纳多 废波纳契 他又被称为 嗯 我跟你的想法一样 改变数列的方法 就藏在歌曲中 这个谜题的答案 应该就是一串数字 没错 我的小提琴演奏家 能不能为我背诵 我的太阳的简谱呢 完全正确 嗯 为什么看我 我脸上有东西 长大了总是会有变化的 但在你面前 我一直都是你熟悉的夏艳啊 那当然了 我的华生 可是为民事小提琴比赛的 金奖得主 应该好得没话说 刚才你在查的时候 我就在想这个问题 如果谜底是一串数字 这一串数字的用途 会是什么 手机号码 车牌号码 经纬度 但这些 都跟我们所在的书店 关系不大 在书店里 跟书最相关的数字 应该是ISBN 国际标准书号 是的 国际标准书号 一共十三位数 起始的三位是固定的978 后面的十位数 应该就是这个谜语的谜底 这十位数 自然就是从废尸数列里选出来的 但选哪几个数字 就要看简朴了 没测 谜语里提到的 一句 我的太阳 这是我们按照口语习惯 念出来的说法 它真正所指的 是这首歌的第一句歌词 难道我的推理不对 除了数字 简朴上还有别的符号吗 如果把底线连起来的音符相加呢 五 七 二 一三 三 四七六 所以 我们要找的是数列里的第五 七 二 一 三四七 六位数字 按这个顺序排列 结果是 五 一 三 一一 二 三 一 三 八 一二三 九七八五一三一一二三一一二三一三八吗 两位巨案机的书号真是太少见了 我 一 三 四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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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一 手会痛吗 家里有没有药 我帮你推一推 我自己一个人生活 当然要学会照顾自己 葱烧牛肉 花雕鸡 排骨鸡 番茄炖牛腩 被你猜中了 我最难忘的味道 应该是 高蛋白压缩饼干吧 那个 一种补充体力的食品 那个东西超难吃的 口感就像石膏粉一样 所以让我印象深刻 谜语是传到你手机上的 应该是以你的口味为准 你想想 你最难忘的味道是什么 限量成 没听过 真有这么好吃吗 你赶快看看 这本食谱力 有没有限量成的做法 好 就做这道菜 我们现在就去超市买食材 谁说不可能 凭我们两个的聪明材质 没有什么事做不了的 我们买了这么多柳橙和螃蟹 了不起多试几次 无论如何 也不能向斯芬克斯认输 当然 没有 网络有教学影片 看起来 只要把螃蟹丢进蒸锅里 点火就好了 有说 是量 快 用到锅子里 我一直按着盖子的话 你接号的螃蟹要放哪里 有边 有边 那只爬过去了 你的头发 还不一定失败呢 我闻到厨房里的味道 还蛮香的 当然记得 叔叔阿姨工作忙 就拜托张奶奶照顾我们 小时候放学后 我们常常在张奶奶家吃晚餐 番范炒蛋 我说明天 庄奶奶最拿手的菜不是这个吧 你怎么偏偏记着她 哦 我想起来了 那次还是我送你去考场的呢 你原本打算考完是在吃午餐 结果到了才发现早到了 但又不敢离开考场 怕考官提前叫你的名字 哦 原来是这样 番茄炒蛋我也会 等我 我去做给你 跟斯芬克斯没关系 我只是想满足你的愿望 我先去倒杯柳橙汁给你 你好好休息一下 美眉小燕来吃饭了 有你们最爱吃的菜哦 这个馅酿橙真的很好吃啊 而且我们的成功率很高耶 做了二十个柳丁 最后成功的有十五个呢 番茄炒蛋而已 怎么可能比限量橙还好吃 那是宫廷菜耶 而且我的手艺 也就那样了 没有 这家伙很难捉摸 我也猜不到他接下来会做什么 你是想让张奶奶尝尝我们的手艺吗 我怕他老人家会嫌弃 哎呦 这不是夏夜吗 好几年没看到你了 一眨眼都是大人了 您是刘叔叔 对 是我 很好 还记得我 小时候没白照顾你 啊 我马上就要调到市医院去了 就想说再来看看张仪 张奶奶最近还好吗 我刚从首都回来 这样要去看她 她老人家 张仪的身体一直都不错 也没什么大毛病 但毕竟是快九十岁的人了 就算没病痛 各项器官也会老化 吃药住院都没用的 可是 我去首都的时候 她老人家还很硬朗啊 手脚灵活 家务都是自己来 怎么就 她自己一个人生活 身边也没人陪着 有时候过日子 还是要有个目标 目标没了 寄托没了 人就老得快 假日能来就好 张仪看到你们 一定会很开心 平常社区安排了 看护照顾她 你们别担心 刘叔叔 我们带了自己做的 馅酿尘来给张奶奶 您看她能吃这个吗 你们两个生活 还蛮惬意的嘛 张仪现在没什么忌口的 你们放心去吧 我已经和接班的同事交代过了 最近也带她来看了几次张仪 你们别担心 那就好 要是张奶奶没人照顾 怕她晚上睡都睡不好了 你们 算了算了 我不问 现在的年轻人 都不喜欢被问这个 张仪的身体啊 也就这一年半彩了 你们去看她 也不用特别做什么 顺着她心意就好了 不过 这句话也是白说了 你们两个也不是小孩子了 总不会调皮 也惹她生气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打起精神来 你这样子 等一下见到张奶奶 她会担心的 别难过 我回来了不是吗 现在你不是一个人了 我会陪着你的 只要你还需要我 我就会努力一直陪着你 不止一百年 永远都不会变的 是斯芬克斯的简讯 谁啊 张奶奶 是我 夏燕 小燕 你回来了 快让奶奶看看 长大了 长大了 你啊 这都要跟小燕计较 奶奶都多少年没见小燕了 当然更心狠她了 哎呀 你看你说着什么话 奶奶心疼小燕 和心疼你有差别吗 她的 不就是你啊 小燕啊 你这次 从首都回来 待多久啊 是不是要带妹妹一起去首都了呀 啊 来 你们进来坐 张奶奶 我们今天来送限量程给您的 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可惜临时有点事 没时间进去做了 等过两天忙完了 我们再来看您 呦呦 不错 不错 有进步 还会做限量程了 当年啊 你在奶奶家里学做番茄炒蛋 差点把奶奶的厨房烧了 就那次 妹妹去考试 奶奶去医院 你用了一下奶奶的厨房 等奶奶回来一看 哦 吓死了 路子都黑了 昌奶奶 您当初说好替我保守秘密的 怎么突然就把我出卖了 妹妹呀 奶奶开船堂是想告诉你 小燕是个好孩子 你没挑错人 看到你们好好的 奶奶就放心了 张奶奶您就放心吧 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孩子 人呢 总要长大 陪你成长的人 是不能陪你走完一生的 但伴侣就不一样了 奶奶呀 以后不能照顾你们了 你们要学会彼此照顾 互相扶持 知道吗 你们去忙吧 年轻人就是要忙起来 生活才有乐趣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嗯 嗯?是想问斯芬克斯的谜语吗? 该隐、阿斯莫德、阿加雷斯、派蒙和菲尼克斯一起守护着宝藏 但当黑夜降临时,乌拉尼亚会将他们驱赶,独吞一切 距离今天的日落还有大概一个半小时 如果之前那些侦探给我的消息都是真的 那你的推测是很有可能的 你的意思是宝藏藏匿的地点跟索罗门王有关? 你的意思是宝藏藏匿的地点跟索罗门王有关? 我的印象中,魏明市应该没有这种地方才对 你觉得暗示地点的词会是乌拉尼亚? 乌拉尼亚是希腊神话中九位谬斯女神之一 掌管天文和占星学 云霞山校区 就是我高一走的时候,学校正在盖的那个新校区对吧 是讲述天文学从神学到自然科学的发展史吗? 放置乌拉尼亚的雕像倒也说得通 华生,你太厉害了 看来以后要你来当侦探,我来当你助手了 我说你们两个年轻人是在玩什么流行的游戏吗? 对啊,我们在玩一个解谜游戏 输的人就拿不到奖品了 听你这么说,这好像不是一般的游戏 是不是有谁欺负你们呢? 没错,有人抢了我们的宝贝 死都不愿意还我们 放心,我开车记书一流的 云霞山的山路算什么 保证准时把你们送到 要是那个人真的把你们的东西弄坏了 你们也别怕,去法院告他 我记得这几天才定的新法规吧 破坏别人的东西是要负责的 听到梅大律师 要是箱子真的没了 你记得要把我告他 我相信你,愿意听你的 就算是真的猜错了 那也都是我的错 不怪你 跑了一天了 你也累了 休息一下吧 近期待 要是赶紧30日期 我开虽开 变成真灾 我看你更是一个 《苏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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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只是信用卡的账单明细 我就多看了两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位魔神 数字 所罗门七十二柱魔神是有排列顺序的 我记得该隐是第五十三位 开箱密码刚好是八位 那个 这是我箱子里的宝贝之一 看来 斯芬克斯是打算跟我长期作战了 他是不会一次把所有东西都还给我了 啊 这个其实是 这是我当初学做菜的笔记本 但学了半天 还是只学会了番茄炒蛋 那天我赶回去 叔叔阿姨都不在家 张奶奶去拿药了也不在 那时叫外送也来不及了 家里什么食材都没有 我就只能用张奶奶给的钥匙 去他家的厨房帮你做了番茄炒蛋 我只会一道菜啊 我怕告诉你之后 你要我做别的我做不来 我才不想被你知道我有多笨 原本是打算学会了其他菜再告诉你的 今天我学会新菜了 谢酿成 等下一次送饭给你 就不会只有单调的番茄炒蛋了 真的啊 那我真是要幸福死了 不过我们现在 害我们忙了一整天 这是他该给的补偿 我们走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意愿父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看到厨房的柳橙了吗 不用特地留着了 还是吃了吧 你喜欢的话 我还可以做给你 柳橙 苹果之类的都可以 开心的时候你吃一个 不开心的时候也可以吃一个 但我还是希望 你一直都是开开心心的 斯芬克斯 我马上就找到你了 我知道 我也不能陪你走完一生 所以我才克制着自己 不去见你 果然啊 你看到你 看到你的笑容 我就开始动摇 我想留下来 哪怕陪你多过一天也好 可是 我不能这么自私 不能为了自己一时的快乐 就让你留下悲伤的回忆 我会尽快解决 斯芬克斯的事 然后 向你告别